我们下半年再来看 就是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数据从哪里来 数据从哪里来 我们的数据来源 一般可以分成这三个大的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产品所拥有的数据 包括我们产品的运营数据 还有这个用户反馈以及调查的数据 这个调查的数据 包括运营的数据 往往就是定量和定性数据都会在里面 所以我们分析起来 就需要去做一个区分 做一个区分 我们的产品运营数据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网站的很多的网线系统文件 或者数据库里面 都会存很多涉及我们产品本身的 一些相关的数据 这个是我们做数据分析 最直接的一个数据来源 还有就是我们服务器的日志 如果对开发技术有一些了解的同学 尤其这个产品经理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服务器日志里面 获取很多很多的有价值的数据 比如说用户的一些行为 包括我们页面的 或者是我们的功能的PVUV 流失 还有一些关键节点的一些分析 都是基于这个服务日志的 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些数据 数据库里的数据 包括主要有三个大的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的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账号 用户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跟大家写一下 这样大家可能会理解的更加的清楚 一个就是用户的信息 用户的数据 写的太难看了 从来一下 注册的账号 然后注册的一些联系信息 都会在有 这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过这个时间 或者通过一些 比如说手机号 比如说手机号 我们是可以去看它的地域的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产品 这些用户 大多是哪个地区来的 用户的信息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的产品的一些数据 就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产品一共 有多少个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电子商务的产品 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 包括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多少种类型 多少类型的产品 这产品的库存有多少 单价是多少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获取的 还有就是 一头是用户 一头是产品 对吧 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 用户在买或者是在用这些功能 或者用这些 具体的某一个模块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数据 比如说用户的这个 这块就是我们说的行为数据了 比如说它是什么时间买的 什么时间买的什么产品 这些都对应起来了 然后买了多少 支付了成功了没成功 然后它是怎么支付的 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对吧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的 形 形 情况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构成了一个 这些都是基于我们的数据库的 就是我们产品自身就可以去提取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数据 运营数据 我们可以定期的去分析这样的数据 对吧 然后形成一个日报 月报 周报都可以去做的 然后这些都是线上数据 对吧 可以看出来我们通用的数据库里 就是用户在我们的产品上 怎么怎么使用的 都是online的 对吧 我们通我们的数据库 就可以去拿去拿到 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用户的这种反馈 还有一些我们直接去调查的一些数据 就我们做温卷什么也好 什么的都可以 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说的offline 看不出来了 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用户反馈和调查数据都是offline的 包括我们的用户的一些反馈 有一些产品可能会有论坛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 像QQ一样的客服 阿里旺旺什么呢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用户的投诉的这种渠道 他们就是线下的一些数据 这部分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我们自己产品可以获取的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数据来源很大的一块 就是我们竞争产品的 包括这些网站的流量的排名 比如说我们在 Alex这个网站上 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去做这样的事 还是不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第三集 第三方的一些网站啊 看看这个 呃 网就是竞争对手的一些情况啊 包括爱瑞的一些分析报告啊 还有什么百度指数啊 百度统计 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定期发布一些数据的情况啊 还有啊 竞争对手的公司财报 他里面会披露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啊 比如说我我这个季度里面啊 我的用户量增长了多少啊 类似这样的数据啊 竞争产品的 还有一种就是行业的啊 行业分析报告啊 所在的这个行业 比如说我是做电商的啊 或者是呃 做互联网广告啊 这个在爱瑞的这个网站上面都有很多的这种类型的分析报告 啊 还有一些热点的大数据披露 啊 尤其是一些巨头啊 互联网公司的巨头的这个 他们会定期发一些啊 整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动态啊 这些方面的数据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数据来源啊 这三类 最主要的其实是自己产品的啊 我们一般产品经理都是基于我们自己去向外发散 然后去对比 比较看看整个情况 然后从而去做做好这个数据分析 好 我这里给大家也留一个小的作业啊 大家去上爱瑞的网站也好 或上Alex也好 去查一查啊 你感兴趣的一个产品 他当前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啊 包括行业的啊 包括公司的 看你是不是能够获取到这方面的信息 啊 当然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款你自己负责的产品的话 你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你从哪些角度 或者是找谁能够获取到产品的数据啊 这块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啊